臺中市風源的街頭凌晨的時候 驚喘槍 原來是火車站附近 有民眾喝醉酒喧嘩 爭吵 警方趕到現場處理 民眾不聽勸 還有人出手推擠員警 因為當時警力不足 有一名員警防止事端的擴大 他對空開了兩槍 控制住場面 將所有喧嘩的民眾 最後也成功的壓制在地 槍聲震助鬧事民眾警方 賀令所有人趴下 通通壓制 附近民眾募集警方執法過程 拍下PO網 深夜街頭驚傳槍響 怎麼回事 原來一名三十歲的柳姓男子 八日清晨三點喝醉酒 坐在台中風源火車站附近馬路上 跟其他同行的親友等六人 喧嘩爭吵 警方獲報到場處理 但他們卻不聽勸 還動手推擠員警 柳姓男子醉酒鬧事 連累親友共四人 被依妨礙公務現行犯逮捕移送法辦 酒醒後再多後悔也來不及 記者林鴻錡 許家師台中報導